觀眾朋友你好 說實在我們很少下這麼重的標 可是真的從昨天一直到今天 由八百壯士所率領的 反年改特別是反軍改的抗爭活動 昨天到今天真的是荒腔走板 怎麼說呢 幾乎不會有任何抗爭呢 他是針對媒體記者 針對警察去痛歐 圍歐他們 從昨天開始呢 有十多名的各式的 不管是電子 不管是報紙的這些記者呢 有的人呢是被打 有的人是從後面把他拉下來 有的人的攝影機被搶走 現在還找不到 有人的那個照相機呢 現在也還找不到 然後呢為什麼呢 難道真的只是為了盲目 宣洩他們的憤怒的情緒嗎 這是針對媒體記者 針對警察呢 也有八十幾名的警察呢 從昨天到今天是受傷的 待會兒我們看到的照片呢 因為呢這些抗爭的群眾要翻過這個鐵閘門 然後呢警察要上去呢制止他們 群眾呢是用很大力很大力的那腳呢 踹那個警察的頭 我們也看到呢是霹靂小組喔 霹靂小組很厲害的警察喔 因為他落單了 所以被抗爭的群眾呢 從後面一直追打 打趴在地上 有必要這樣子嗎 訴求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針對的是民進黨政府 小英所做的軍人的年金改革的話 你就好好講清楚 或者是說呢 你需要有一個更大的衝撞 那或許是說攻占立法院也好 但不是針對媒體記者 不是針對警察 盲目的暴力的這樣子一個施暴 另外一個更讓人家無法接受呢 是這幾張照片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台大醫院的兒童醫院 這是由心頭殼所拍的 你去包維立法院 大概還是大家習慣了啦 說實在正當性也絕對夠 你去包兒童醫院 這是什麼道理 這怎麼樣你都想不想 就算兩個國家在戰爭 也不會有人針對醫院 特別是兒童醫院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當然這些抗爭的民眾說 我沒有去包啊 我只是去找地方休息啊 可是事實上看到的畫面 就是這樣 我們再來看看呢 這是網友康宏奇所提供的照片 一樣就是佔據在 台大兒童醫院的門口 然後呢 這就是群眾 很顯然在包圍的那個時候呢 救護車以及一般的病患呢 是無法順利進出的 於是 台大醫院非常有名的婦產科醫師 施錦中施醫師呢 他就在他的臉書上 寫了這一段 這是讓如果他是真的啦 希望他不是真的 如果他是真的 我覺得再正當的反改的理由 都不可以被原諒 施錦中呢 他在昨天他的臉書上說呢 今天佔領兒童醫院的老伯伯跟阿姨們們 興高采烈的在兒童醫院裡面發便當 病人要坐著休息的沙發 全部都被他們占用了 結果這些伯伯跟阿姨們呢 還在拿著相機呢 比夜再開心的打卡 那當然他有的時候 所以當然被阻擾阿 或是人家就醫呢 當然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談 但是他說呢 有一個小孩子 因為延誤就醫 造成終身的遺憾 有病人媽媽 在他面前 這個他是施錦中的朋友 同事了 在他面前呢 聲淚俱下的反應 自己是個孕婦 小孩子就是因為延誤就醫 五分鐘 造成腦性麻痺 我不知道要有什麼樣的正當理由 才要去癱瘓掉兒童醫院 有什麼正當理由 要去毆打 不分藍綠的 或者是中立的媒體 只要看到記者就打 有什麼理由 去針對自己的學弟 因為裡面有很多警察退休的 要用腳去踹他的頭 然後從人家背後打他的頭 針對霹靂小組 要把他打趴在地上 在正當的理由 都無法說服一般理性的 民眾說 這是一個合理 有正當性的 反對的抗爭 今天好 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昨天也發出聲明 嚴厲譴責 這樣一個暴力行為的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公會的 理事長 鄭宜萍 昨天好 大家好 說實在 這幾年來 我們談年改 談很多很多 我自認我們是臺灣所有的媒體裡面 對那些反年改的聲音 不管是軍公教 我們算是比較友善 比較理性 也每一次都願意釋放合理 足夠的論述空間 給反年改的聯誓 可是我真的認為 昨天到今天反年改真的是錯的離譜 我們歡迎八百壯士的執行長 羅雷達執行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黨團的總召 李慶豐 李總召 大家好 新新聞的副社長 陳董好 大家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 執行長 昨天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不在現場 但是 後來我從新聞上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立即趕回去 了解了全班的狀況 我從兩個方向來講 第一個我們來講就是衝撞 任何一個受傷 我想都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想我們一路走來 我們再強調就是 我要強調我的年改的論述 到底是些什麼 可是昨天在衝撞的情況之下 他 說是突發性也好 或者預謀性也好 當時的情況之後 我必須要來講 對於媒體記者朋友 在過去幾次城抗 不管發生任何一件 我一定想要第一個保護記者 跟所有避免衝撞 發生事情的第一人 可是昨天我不在現場 我看了一個情形 就是說 我對所有新聞媒體記者的敬業 跟他們的那種拼 拼搏的精神 我個人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然後對於昨天他們所受到的傷害 我個人感到非常的抱歉 一句遺憾 您剛剛說 不管也許是突發 也許是預謀 第一個突發不容易說服人士 如果只是零星的衝突 大家情緒太高漲 一個兩個或許我能理解 可是是十多個不分電視報紙 不分任何媒體全部都被打 而有八十幾個警察受傷 很難說服別人 這個是突發性的 如果是預謀 是你們預謀 還是你們被滲透預謀 是誰滲透你們 你們可以釐清這件事嗎 我這麼來去講他 這些退伍下去之後二三十年 甚至於有三四十年的一些跑者們 當然在八百壯士這次來 就是年改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講不管任何一個團體 他會分為鷹派跟鴿派 我們在過去這四百多天來 我們不斷地在勸阻一些鷹派 甚至於我們認為在溝通上面 我們盡量去做到 我們在外面就是紮飲四百多天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良性的溝通 所以後來到了現在為止 我們來看就是從最早的 從年改會軍公教軍人分別處理 然後會專門為軍人的部分 去辦一次國事會議 結果沒有 第二個我們再來講 我們的權序部 就是我們也講過 說要辦一次軍人的一個國事會議 您認為您自己是理性的溫和的鴿派 但是很顯然昨天八百壯士 這些領導群眾們 無法控制住鷹派失序的暴力行為 應該是這麼來去講 就是在所有來參與這個活動的跑者 他們都有權利或者有義務來表達 他們對這次年改的訴求 甚至於他們用任何的方式 我認為一個成年人 他都必須要對他走上街頭的所有行為 負上絕對的責任 八百壯士 當時不需要為這些暴力行為負責任 因為我們是主辦單位 這責無旁貸的事情 所以在昨天我立即去把這整個事情始末了解完了之後 我就發現一個事情就是說 當初在衝撞期限的 記者朋友其實在這幾年來講 我認為是非常可憐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陳抗的活動多 他們處在的位置 為了取得好的鏡頭 往往是站在警方 跟陳抗方的正中間 昨天你們毫無糾察隊 毫無糾察封鎖線 是 是 為什麼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我記得如果沒有看到畫面的話 你們油壓檢帶了 鐵鏈帶了 所有甚至連汽油都帶了 你們講是要發電 所有的東西都帶了 但是你們沒想到要射封鎖線 沒想到設糾察隊 如果按照就是我們原本的 就是我們的整個陳抗的流程 我們三點鐘那時候 是要分三路去遊行的 在我們的就是 時程上面三點鐘 我們是要分成三路去做遊行的 就是分別從中山南路出發 然後經過那個 愛國西路 然後公園路到凱道 然後最後在凱道那邊會合 這是原本 你們沒預期到會有這麼大的衝突 是 可是我剛講 你們油壓檢都帶了 鐵鏈都帶了 汽油都帶了 這擺明就是要衝突 我我我這麼來去說一件事情 就是實際上來講 在去年年底 就是我們有舉辦過一次 就是我們 扎營三百天的一個活動 當時就有一些 就是我們 退軍的團體就成列了這些物品 成列這些物品完了之後 我們認為這些物品 太過於激進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物品 把它收起來 放在八百的 這是執行長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清晨五點半 一名帶有九億的民眾 與媒體發生口角 甚至將尿液裝進寶特瓶 潑灑記者 反靈改現場意外插曲不斷 反靈改團體隨即澄清 這命男子 並非他們的成員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也對警察同仁感覺到 非常的抱歉 我們現在會用最大的能力 來維持我們的秩序 然後來希望大家理性 尤其對警察同仁要保持尊敬 前一天企圖衝進立院 讓現場失控 無私懷公開鞠躬道歉承認失控 二十六號的抗議現場 也自主糾察隊 維護現場秩序 八百壯士退到慢車道 持續成情 警方也仁強和巨馬 阻止乘抗民眾進入立院 立法院外氣氛緊張 立法院內委員會審查年金 也是抗議聲不斷 主席一宣布開會 國民黨立委立刻高舉海報喊口號 要求先溝通再尋達 質疑為什麼行政院版本先有 精算報告卻是前一天才拿到 批評民進黨的溝通只是過場 藍綠立委都卡在前方主席臺 讓會議無法繼續進行 主席只好宣布休息 而對於藍維的質疑 國防部長 嚴德發指出完全合乎程序 精算報告是第六次的改革委員會 就已經完成了軍公教的精算報告 所以我們依據那個 軍算報告完成了財務分析 這完全都是合乎程序 退伏會主委邱國正 則是強調溝通都沒有停過 對於陳抗衍生暴力事件 他也表達遺憾 行政院長賴清德下午則表示 針對這種暴力行為 政府絕對不會寬戴 昨天的脫序已經超過了法律的範圍 針對這種暴力的行為 政府絕對不會寬戴 至於今天行政院會羅秉承政委 有特別提到 也許可以研究這個攻擊警察 這樣的一個罪 跟妨害公務要有所區隔 總統蔡英文更表示 政府不會在暴力下低頭 改革會堅持到底 服務院同聲譴責暴力 而臺北市警察局也表示 週三的反靈改承看活動中 已經有九位民眾涉嫌違反刑法 妨礙公務及傷害罪嫌 將依法移送法辦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不過我想我們的態度是一直是一貫的 就是說在立法院透過民主的程序 就算你要去癱瘓立法院的意識 我覺得那都是民主的必要 也許他要去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必要 必須用比較寬容的態度標準 可是你用其他的方式 針對極為無辜的人 我剛講到去包圍兒童醫院 導致施警中醫師在臉書上 有一個說有一個小孩子 就是因此而腦性麻痺 因為延誤就醫 導致有一二十個記者呢 被痛打流血 他們的器材受損 然後失蹤 導致有八十幾名的警察呢 我們來看看 他要爬上去呢 那個動作是真的 真的非常危險 一掉下來 如果頭腦掉到地上的話 就是廟德森廟上校的那個悲劇 再度重演 你看到說一個訓練有數的 霹靂小組的警員 他就只是因為落單被痛歐 這樣的行為 真的能夠說服大家 這樣的抗爭是有道理的吧 來看看 對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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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不要打他 不要打警察 站在我 bombing 你不要打警察 不要打警察 好 拍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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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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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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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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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既不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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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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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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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